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一直给我准备惊喜吗 A是能 B是不能 各位请选择 好的 有三位女生选择待在了A期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A 我们第六个冯念祖的恋爱标准是 我可能做不到每一个节日都陪在你身边 你能够接受吗 请选择 大家都还是待在原地 对 没有动 这样先问问冯念祖 为什么会问这两个恋爱的这个标准 准备惊喜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两个人浪漫的一个表现 对 也是互相情侣之间给予情绪价值 不管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形式 我是一个很注重礼物和惊喜的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对方跟我一样 其实男嘉宾我感觉听到现在这个地方 个人感觉你有一点自私 其实你是很注重仪式感的一个人 生活确实需要仪式感 但是下面一个问题 我做不到每一个节日都陪你在一起 你如此地注重仪式感 你希望对方给你惊喜 但你却不能陪对方 这两个问题最多矛盾 通过男嘉宾提出的这些问题 可以感受到男嘉宾其实是一个 挺自恋的人 对 你其实只是想要通过别人对你的付出 来得到自己很受肯定 很有价值的 体现自己的人格魅力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我一直做了两年这个惊喜 它是我的初恋 因为它的名字有一个评 然后它的英文名叫Apple 我就会每天去买苹果 刻个爱情给它 两年了 该腻了 我觉得 惊喜吧 不是说飞奥有多大 是 但如果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能够坚持去做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惊喜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